許多民眾為了祈求事業順利 都會到財神廟來借發財金 結果有一名年約40歲的成性的男子 他就冒用他人的身份證 再以變裝的方式 想要重複榨領財神廟的發財金 這個想要冒名來領錢的民眾 被眼尖的工作人員發現之後 便立刻報警處理了 民眾來到財神廟 除了祈求事業順利之外 許多人都會來到眼前 這個財神廟銀行借發財金 當作錢母 希望能夠帶來財運 不過居然有不肖歹徒膽大包天 就連神明的錢也敢騙 一名從新竹來的成性男子 在5月12號當天下午 冒用他人的身份證 要領取發財金 而廟方表示 其實這名男子與其他兩名同伙 在4月16號就已經來用 不一樣的身份證借發財金 而這一次又來到財神廟 想要顧忌重施 但卻被眼尖的工作人員發現 報警處理 在4月份的時候 已經來過一次 也是用同樣的手法 向櫃台去借貸 但是因為已經有起疑心了 所以我們那天有特別的注意 發現他又再來的時候 我們廟方就有請工作人員 把他拖延把他留下 然後趕快打電話通知警方 每次借都借多少錢 借300 就是最高的金額借貸300這樣 我們借財神廟工作人員報案 他指稱有三名男子 就是持有冒用他人的證件 企圖向財神廟借領發財金 今天我們同仁趕往現場的時候 查證其中一名男子 他是那個詐欺通緝犯 我們就待會拍索 從眼前廟裡的監視器 可以看到除了兩名同夥 在用自己的身份證領完發財金之後 全姓男子在用他們的證件 以及偷來的身份證 還去進行簡單的變裝 想要重複領取發財金 卻被廟方人員發現 並且請廟裡的幹部 先留住嫌犯 等待警方來抓人 從身上又起貨五張 這個他人的身份證 這個五張他人的身份證 目前我們查證結果 有兩張他是遺失以及召竊 目前我們就持續擴大偵犯中 這名年約40歲的成姓男子 是個通緝犯和兩名同夥 帶了六張別人的身份證 而每一次都是領300元的發財金 領到第四次就被廟方發現 而兩個月以來走遍桃園、宜蘭、南投等財神廟 就連指南宮都曾經被騙過 而警方也將他們依照侵占、詐欺、偽造文書罪移送法辦 記載學端一、金三採訪報導 在五張三採訪 在五張三採訪 但是則報告 在五張三採訪 在五張三採訪